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三 这道题呢 也非常的经典 其实有了我们刚才那道题的基础 你做这个题呢 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 我还是强烈建议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 你自己先做一做 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视频暂停 行了 那么我们一块来研究一下 好吧 这非常经典 基本上只要讲四边形或者讲正方形 一定会碰到这道题的 如图EF分别是正方形ABCD边BC和CD上的点 且角EAF等于45度 来 这个角是等于45度 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又是半角模型啊 我们在这是不是有个90啊 切了个45度出来了吧 非常标准的半角模型 另外我们在这是不是还出现了一个正方形 前面讲旋转的时候怎么总结的呢 还有印象吗 有 是不是要有供顶点的线转相等的 那说明在这是不是就要开转了 对吧 我可能是把哪个三角形往哪转 也可能是把哪个三角形往哪转 如果同学们是按我这样操作的 我觉得肯定有同学做出来 AH垂直于EF 好 现在这地方呢还做了一个垂线 还做了一个垂线 现在题目的第一位 求正BE加上一个DF等于一个EF 这个题呢 其实可能会对有一部分同学啊 会有一定的误导 就如果你没有按我说的来操作的 你做这个题一定会很痛苦 那么我可以给同学们来分析一下 这部分同学他是怎么想的啊 你看看我说中了没有 你是不是要证明这一段加这一段等于这一段 对吧 有很多同学在想 是不是这一段跟这一段相等 然后这一段跟这一段相等 正好 是不是这样都是翻折进来的 对吧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他加他等于他了 对吧 好 这个呢是对的 但是非常难证啊 我觉得绝大部分同学是很难用这个方法 证明他们俩全等 证明他们俩全等 最后他加他等于他 这样来证出来的 就是绝大部分办不到啊 但是肯定也有高手 那就得用同一法 我今天不讲这个啊 因为我今天讲的是旋转 我就不讲这个同一法来证明 那现在旋转的话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要让BE加DF 能加到一块区域啊 其实你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有点感觉了 因为我们在暑假讲过 你只要碰到这样的东西 其实你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 节长补短吧 嗯 那么你应该考虑节长补短 我们应该把这个BE和DF 要想办法加到一块区域啊 把BE和DF加到一块区域 怎么加到一块区呢 是不是得移到同一条线上 嗯 那现在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是把这个三小型转下来吧 嗯 第二个是把这个三小型转上去 好来我如果是我的习惯 我可能就转下来了 这个点假设叫做M点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可以 好 那么我想说一下 你不能说直接转下来 你应该怎么做辅助线呢 延长EB至M 对吧 使得BM怎么着呢 等于DF 然后这两个三小型瞬间就已经全倒了 第一个他们都是直角三小型对吧 嗯 第二个他们是不是有一个正方形的边长相等的 对吧 嗯 第三个你是不是又做了一条边相等 其实你这样写证明这两三小型全等 是不是也很容易呢 嗯 好 那么导致三角形ABM就全等于三角形ADF 是吧 嗯 这个全等干什么用的 我是不是终于把这个BE和DF加到一块去了 对 那BE加DF现在变成谁了呢 EM 变成EM了是吧 我就是要证明EM等于DF吧 对吧 EM等于EF 这次是不是就是证明两个大个的三小型全等 这倒是哪两吧 嗯 应该是三角形什么呢 AEM 全等于三角形 AEF AEF 好 这两个三小型全等 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公共边啊 嗯 第二个 我们是不是转过来一条边 嗯 能明白我的意思 这个AF是不是应该等于AM的 对吧 这条边 这条边等于这条边 好 有两个边相等了 公共边相等 还有一个这个边相等 剩下来干什么呢 是不是证明加角 那半角模型是不是又要发挥作用了 嗯 还记得这个角多少度吧 45度 这个角45 我们在这标一个角1 标一个角2 标一个角3 有没有发现完事了 嗯 你知道角3转到哪去了吗 角1 转到角1那去 你知道2加3多少度吗 45度 所以1加2多少度呢 45度 啊 所以1加245度 然后这个角45度 它们俩是不是就真的全等了 嗯 用的是什么 FAS 上面这个是不是也是FAS 对吧 嗯 好 证出这个FAS全等了以后 我们其实可以得出这个EM 就等于我们的EF了 是吧 嗯 它就等于我们的BE 加上一个DF了 是吧 嗯 就证完了 那这道题呢 其实把我们今天要讲的两部分给串起来了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造型给转过去的 嗯 但是呢 你也可以理解成是我们用节长补短法来进行操作的 对吧 嗯 那我想问一下 我在这用的是节长的还是补短的 嗯 我把他们俩加一块去了 我把这个东西给挪到这儿来 是节长还是补短 节长 嗯 这个很明显是补短吧 节长就得把这个长的分成两个部分 补短就是把这个短的和短的加一块变成一个长的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了吧 嗯 好 那么我们用的是补短 节长其实就是它这个方法 它是不是在这做了个锤线 嗯 但是我刚才说过啊 这个去证明全等非常的难 要用同一法 所以我不推荐这道题用节长来做 我在暑假的时候应该说过一句话 我说能节长的都可以补短 能补短的都可以节长 只是有时候节长容易 有时候补短容易 这个题呢 就是补短比较容易 那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是旋转 对吧 嗯 好 来看一下第二位 求证AH等于AB 这个可能有同学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你是不是要证明这个AH等于AB啊 嗯 就要证明它等于正方形的边长吧 那你从而还在想 哎 我是不是最好还是去证一下 这两个三小型全等啊 如果我能证出这两个三小型全等 那我的AH是不是就等于AB了 嗯 嗯 你能不能证这两个三小型全等 其实可以证 如果有我们刚才的这个三小型和这个三小型全等以后 大家看一下脚四和脚五什么关系 全等 就这个大个和大个全等 脚四是不是等于脚五的啊 嗯 然后他们俩是不是还都是直脚三小型 对吧 嗯 另外还有一个公共边 公共边 全部全等呢 全等 所以这条边是不是等于这条边了 对吧 等于这条边了 但是我们又没有更快的呢 其实我们不用再动全等了 你看一下啊 这个三小型和这个三小型和这个三小型已经全等了 我想问一下AB其实是这个三小型的一条什么呢 高 AH其实是这个三小型的一条什么呢 高 而且还是对应边上的两条高 对吧 嗯 如果三小型全等了 则对应边上的高直接就怎么着了 相等 相等了 那AH早就等于AB了 嗯 那又正完了 这个边等于这个边 其实最快的正法 是不是用三小型全等 外加这个对应边上的高相等来处理 嗯 好 通过这样一道题啊 其实我们还是在强化这个旋转的思想 旋转一定是共边共顶点 有共共顶点的两条边现在是相等的 啊 有共顶点的两条边相等 通常在等边三小型等腰三小型和正方形 这一类里边要用到旋转的呃 这个做法啊 要用旋转的思路来做辅助线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也可以简单的回忆一下 我们这个节长不短 是吧 只要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就要去想节长不短 好 这道题同学们都听明白吗 明白 好 那么我就讲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四啊 例四 这道题呢 我觉得同学们完全可以自己做出来了 本来我想留作业的啊 但是因为我们下一讲不讲这个内容了 所以呢 干脆这一讲给大家把这道题讲完 那希望同学们自己操作一下 不是很难啊 不是很难 试一试 好吧 那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又是能做出来的啊 认真完成老师的要求的同学往往才会有更好的学习效果 来我们看一下正方形ABCD今天也是反复见到的 对吧 可能会要旋转了 P为BC上任意一点 脚PAD的平线交CD与Q点 在这是不是有个脚平线线 嗯 那我们在这标一下 阿尔法 阿尔法 好吧 他们两个是相当的 这个图跟我们刚才那个提的图是不是有点相对不完全一样啊 嗯 这次是半角模型吗 不是 不是半角模型了 这次是出来了一个脚平线线 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脚是不是45度 对吧 好 接着再往下 求证 DQ等于AP-BP 想到了什么呢 这也是我们在暑假总结的 其实刚刚也提到过 结长不短 结长不短 你只要看到线段相加等于另一个 或者是线段相减等于另一个的时候 都需要去考虑结长不短 那为什么相减也要考虑结长不短呢 因为这个减法稍微变一下 就变成什么法了 加法 加法 那我就把这个减BP怎么办 移过来吧 那应该是个DQ 加上一个BP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我们的AP 我是不是就是求证这个了 嗯 你一旦整理成这种形式了 你可能思路就很明确 我们要把DQ和BP怎么办呢 加到一块去 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结长不短 其实是旋转吧 嗯 对吧 我要把DQ和BP加到一块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旋转这样的手段 那么导致这个图 是不是大概长成这样 嗯 你明白我是把ADQ给转到那儿去了吧 嗯 但是辅助线怎么写呢 延长PB至E 是吧 使BE等于谁啊 DQ 等于DQ 使则这个边等于这个边 马上第一组全等是不是又出来了 三角形AEB 其实都长得一样 全等于三角形AQD 是吧 AQD 括号SAS 都变想了 肯定是SAS 是吧 嗯 嗯 那么现在我们下一步干什么呢 我终于把DQ和BP加一块了 DQ跑这儿来了 它和BP一加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PE啊 嗯 那也就是这个玩儿呢 变成了PE 你就是要证明PE等于AP AP是这个边 PE是这个边 什么想法呢 就是要证明这是一个 什么三角形 AQ三角形 那第一反应证明它的两个底角怎么着呢 相等 相等 这个底角是不是一个在这儿 还有一个在这儿 嗯 我在那儿是不是给了个α呀 对 那个角评分线是不是一直还没有发挥作用呢 嗯 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把这些角度都表示出来啊 比如说 首先这个α你们把眼转到那儿去了吗 嗯 对吧 上面这个DAQ这个角啊 已经转这儿来 所以它是个α 那我觉得它比较容易表示 它应该是什么呢 90-α 对 90-α 它应该跟我们上面这个角是互余的 对吧 嗯 那这个角如果再表示出来了的话 问题是不是就结束了 嗯 那也很好表示 这有两个α 导致这个小角应该是什么呢 90-2α 好 它如果是90-2α 那这个大角 是不是用90-2α再加个α 就是什么呢 90-2α 那是不是就跟这个90-2α 怎么着呢 相等 相等了 所以导致这地方是不是等13小型就震出来了 嗯 结束了吧 嗯 其实比我们刚刚那题是不是还要简单一些 对 但是我只是为了让大家强化一下这种模型啊 你要明白旋转 嗯 你要明白旋转 它什么时候用啊 什么时候用 然后呢 可能像这种节长不短的类型跟我们的旋转 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同学们也可以找相关的题目再练习一下 好吧 那么这一讲内容呢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信涛哥得满分 同学们 我们下一讲 再见